拜託西村 拜託一色交距離 屏東放了國小篩檢 站鄉親貿雨排隊 排了數十公尺 看不到鏡頭 遠景擴音器大汗 保持防疫距離 上午涌近200人 6月29下午再增加 東海國小健行國小篩檢站 但時間還沒到 這位阿伯就雞雞茫茫趕來 這個古代有一個 我現在看我們戴牌 兩名我還這麼沒有一百 我們這裡要戴牌 一家中心 一家十八 一家戴牌 藍衣服阿伯居然是案14734 方療醫院確診果農的接觸者 因為家裡辦喪事 不確定是6月23 24 哪一天對方有來吊咽 如今又確定果農是Delta 變異株這下更慌 而且阿伯從頭到尾都沒匡列 細計造 風險超高 恐怖的是當天果農還揪朋友 一起來祭拜 這些人有無匡列隔離 這一趴衛生局一開始全都沒交代 直到29號才透露 果農當天經過桑家 只站在馬路對面 雙手合十拜拜 沒進門更沒交談 是果農一調 沒土石還是衛生局沒搞清楚 如今果農確定感染Delta病毒 鄉親人人自圍 自爆有接觸史 就怕這樣的個案不只一個讓人憂心 屏東疫情 岌岌可危 記者當初華評論報導 媛媛